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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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門口一走進來 就非常有巴黎島的風情 這間餐廳的創辦人 他真的是原汁原味的 把巴黎島的那種感覺 氣氛 建材 裝飾 通通都帶到台灣來 所以才剛從門口走進來 還沒真正走進餐廳的 這一條走道就已經讓人覺得 沈溺情中 這個太殺快門了 餐廳裡一定是更精采 裡面也是非常巴黎島的風情 而且整個好大地色系 超級舒服的色系 有很多藤邊的燈 它這簡直就是一個 藤邊藝術燈的聚集大場域 這麼多的大吊燈 在天花板上面這樣懸吊下來 然後是藤邊的 讓人感覺好像真的是 來到了一個很自然 很原野的場域 你看如果坐在這邊的話 是不是就是很有你來到巴黎島 然後有大片的棕櫚葉 棕櫚樹這樣子覆蓋著我 保護著我的感覺 然後這個位置好像不錯 但是那邊 那邊有一區的色調 好像也很讚 這邊也好棒 這裡太讚了 我喜歡這個桌子 也喜歡這個位置 而且可以看到淡水河 而且這裡的屋頂 它營造出一種像是 你在野外的時候 或是說你在 比較簡單的生活當中 直接用木材搭建的氣氛 然後它還有營造一區 這個是拍照區 大家可以來這邊盡情地拍照 盡情地打卡 我現在明白了 這間餐廳本身為什麼說 它是一個 沒有辦法入座的餐廳 就是因為你走進來之後 你還沒有找到你真正想要 坐在哪一個位置 你就心願意吧 無法選擇 像我走進來已經這麼久了 我都還沒有辦法決定 我要 我要坐在哪裡 經過了各種的選擇障礙 經過了各種的選擇障礙 無法決定到底要坐在哪一區之後 好不容易選定了我的座位 終於入座了 但是點餐的時候 又碰到了另外一層的選擇障礙 因為它的午茶套餐 真的都好誘人 像這一套組合 是雙人熱帶島嶼的午茶組合 光是這一套下午茶 真的光幫它拍照 就可以拍很久很久 而且裡面的小點 都非常地繽紛精巧 我覺得這個也是讓人覺得 很難不選它 但是另外一套 感覺上又很有南洋風情 因為它不但是在裝盤上面 甚至是在口味上面 都很有南洋這種沙爹 或者是醬料的那種感覺 這一套就是印尼風情的 炸天狼寶盤 有沒有每一個看起來 就真的都很像是你 直接到印尼那邊去品嘗 在地的料理特色的感覺 我想要先吃這一串 好香 裡面的午香醬料釀得 相當入味 而且它的豆干竟然還有一點 噴汁的感覺 然後它的花生很香脆 因為豆干是這樣子軟軟QQ的 可是因為花生是脆脆的 所以吃下去 口感上面的層次 就會比較多樣化 若說五香豆腐小串 讓我感覺來到電影院 那麼另一道小品 十粒辣炒洋芋 就讓我彷彿飛上巴厘島了 這個好好吃 它選的是帶皮小洋芋 所以會有皮脆脆的 可是洋芋本身非常鬆軟 綿綿綿的那種感覺 再加上它辣炒的方式是 不會相當地辣 可是很提味 它再加了很多實力下去炒之後 就會有一種南洋的香氣 而且有一個很在後味會出現的 是椰漿味 它起鍋的時候 有加了一點椰漿 所以那個椰漿會在後味出現 然後有一點點辣香… 有一點點酥香… 最後再有一點甜甜的椰漿香 很多種不同的香氣混合在一起 口感也好 味道也好 品完了鮮食 講到南洋甜品 那怎麼能沒有經典的炸香蕉呢 這一道巴厘島街頭的人氣美食 當然也在下午茶組合中 好好吃 外面有夠脆 但是裡面又是這麼這麼地軟綿綿 這麼地甜膩 像流沙一樣的感覺 然後香蕉本身香氣極度地濃郁 甜度剛剛好 好喜歡 再加上撒了一點點這種 椰粉 所以那個甜的口感 就是有兩種不一樣的混合 有香蕉的香甜 有椰香的香甜 混合在一起 心裡的滋味也甜甜地弄 下午茶的搭配甜品 西藏手工燉奶 絕對是我心中的首選 它跟一般奶茶不一樣 是用普爾與牛奶 鹽奶油融合 所以非常有大漠塞外的香氣 環境好 食物也好 這一間河岸餐廳 真的值得五星推薦